高美馆开设至今已经有27年的历史了 面对管体设备的老旧 连带展示空间 还有照明等设备也不符合当代艺术作品的展出需求 因此高美馆宣布 今年将要进行内部展示空间的大整修 时间是从7月底的年度特展活动结束之后 就要开始进行整修工程 即将进行内部空间整修的高美馆 目前正准备迎来开春后的年度特展 同时也为了整修前的筹备工作 向市民朋友报告 希望透过这次的空间改造计划 让使用了27年的高美馆获得蜕变和新生 第三波的空间改造是一楼的特展空间 另外就是四楼全部的展场 那个是开放比较属于公开场域 主要是做比较当代艺术家创作的一个场域 所以空间改造氛围又很不一样 高美馆预计在今年5月正式启动的 城市典藏记忆库计划 获得文化部前瞻金贝 挹注1.3亿元 未来将结合史博馆和电影馆 以推广典藏艺术教育为主轴 一步一步建立起属于高雄的美术馆品牌 让建筑体的周边环境融合生态 也充满艺术美感 它的整个定位会是一个新世代的美术馆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由内到外 到明年年初我们重新开馆完成的时候 会进行到美术馆一楼到四楼 除了二楼的空间会微调之外 一楼到四楼全部空间都改造完成 修馆前高美馆将举办两项年度特展 其中美国录像艺术大师汤尼奥斯勒 将来到高美馆以儿童的脸来 进行全新的创作 希望征求有意愿的民众参与 这场结合科技和影像艺术的创作 也令人期待 记者吴炳源黄兰军高雄报道